今天为你解读的这本书是《简西荣格》 卡尔荣格是瑞士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大师 也是现代心理学的鼻祖之一 荣格的一些理论呢 比如人格类型、集体潜意识 也叫做集体无意识 至今还在影响着心理学研究和心理咨询 如果你对这位大师的生平故事 以及他的理论感兴趣 那你一定不能错过这本书 荣格1875年 出生在瑞士一个叫凯斯维尔的小村庄里 大小父母的关系就不和睦 荣格在家里受不到关爱 在学校同样过得不如意 他很难找到玩伴 在学校的大部分时间呢 荣格选择与自己的思想待在一起 独自玩耍、做白日梦 还在心里建造了一个只属于自己的秘密世界 这个秘密世界一方面补偿了荣格的孤独 另一方面也为日后荣格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土壤 荣格在22岁的时候被巴塞尔大学录取 学习自然科学和医学 在医学院实习快要结束的时候 荣格决定专攻精神病学 因为他发现自己不仅对生物学感兴趣 还对一个人的精神世界充满好奇 而精神病学几乎是唯一可以同时满足这两者的学科 当时啊 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已经出版 精神分析一时间在精神病学界占有重要位置 荣格看过《梦的解析》后 发现自己探索的问题与弗洛伊德的理论不谋而合 弗洛伊德非常激动 还把自己写的一本书送给了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看后非常惊喜 约了荣格面谈 两人的初次见面可以用相见恨晚相谈甚欢两个词来形容 据说啊 他们毫不间断地谈了13个小时 这之后 他们也常常书信来往 弗洛伊德对小自己近20岁的荣格 不仅仅是欣赏 他甚至把荣格当成了自己的儿子 和继承人 还任命荣格为第一届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 但两人之间这种如父如此般的友谊 最终只维持了六年 随着双方在心理学理念方面的分歧越来越大 最终两人还是分道扬镳了 荣格退出了弗洛伊德的国际精神分析学会 创办了自己的分析心理学派 提出了原型集体潜意识 人格类型等影响深远的心理论和概念 比如另一位心理学大师弗洛姆就在集体潜意识的基础上 提出了社会无意识的概念 另外呢 荣格的内清外清理论 至今仍是划分人格的主要依据之一 荣格非常博学多才 在著作中常常是旁征博引 穿越各个学科 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点 那就是极不擅长组织材料 这不仅让普通读者对他望而却步 心理学专业的人 读他的书也头痛不已 荣格自己也曾经委屈地说 没有人读我的书 我要费很大的劲儿 才能使人们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 今天我为你解读的这本《简西荣格》 可以说是了解荣格思想的入门书 它的作者安东尼·史蒂文斯 毕业于牛津大学 是研究荣格的专家 他在这本书里 不仅介绍了荣格的生平事迹 还深入浅出地讲解了荣格的心理学理论 今天 我主要为你讲解其中三个最重要的理论 分别是人格结构理论 人格类型理论 以及生命发展理论 首先为你讲述荣格的第一个理论 人格结构理论 在解读这个理论之前 我们先来澄清一个简单的概念 人格 人格这个词我们经常挂在嘴边 但究竟什么是人格呢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思维方式 和行为风格的总和 它相对稳定 我们说 A. 处事严谨 B. 行事莽撞 其实谈论的都是一个人的人格 人格结构理论是荣格分析心理学的核心理论 荣格认为我们的人格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是由意识 个体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三个层面构成的 意识在最表层 个体潜意识居中 而集体潜意识位于人格的最底层 意识是人格中能够被我们感知的部分 它包括知觉 记忆 思维和情绪等等 比如 我是美的 我的职业是电脑工程师 我在吃饭 我在走路 我很开心 总之吧 我知道我知道的一切 都是意识的范畴 但是意识呢 就像露在水面上的冰山一样 只占我们人格中很小的一部分 人格中的大部分记忆 感觉和知觉 都存在于居中的第二层 也就是个体潜意识中 个体潜意识这个概念 最早是弗洛伊德提出来的 这一层在我们的人格结构中 占有非常大的比例 是已经发生 但是没有被我们的意识认知到的部分 它可能是被意识刻意遗忘的 或者压抑了的 比如 有的孩子 在童年被父母毒打虐待过 这段记忆因为太痛 会被选择性的遗忘 但是被遗忘的记忆 并没有真正消失 只是暂时存在于个体潜意识中 人格结构的第三层 叫做集体潜意识 是融格在个体潜意识基础上 发展出来的概念 前面我们讲的 意识和潜意识 不管是不是能够被我们感受到 都不是凭空而来的 它和我们每个人的经验 和经历有关 但是 集体潜意识 跟我们的成长没有关系 它是我们生来就有 从祖先那里遗传下来的 是人类共同的记忆 我们前面说 意识是我知道我知道的部分 潜意识和集体意识 就是我不知道我知道的部分 我们的集体潜意识 有一个基本单位 叫做圆形 很多很多的圆形 共同组成了集体潜意识 举个例子 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会觉得 金发 碧眼 大长腿是美的 融格认为 是因为我们人类有一个 关于美的共同记忆 也就是美的圆形 当金发 碧眼 大长腿出现的时候 我们会自动进行对比 发现它和我们潜意识里 关于美的圆形是一致的 所以我们觉得这是美的 除了美的圆形 融格认为还有几个圆形 比如说自我 人格面具 阴影 阿尼姆斯和阿尼玛 在我们的人格结构中 发挥了很特殊的作用 我们在这里着重介绍一下 阿尼姆斯和阿尼玛 这两个圆形 在融格看来 阿尼姆斯指的就是 女性集体潜意识中的 男性圆形 它会包括英俊 强壮 勇敢等等 这样一些特质 阿尼姆斯并不是某一个 具体的男性形象 而是通过遗传得来的 是我们的祖先 在与男性的接触中 所留下来的 关于男性印象的积淀 它不光是外貌 还包括与男性接触 所产生的情绪感觉等 这里要注意的是 圆形只是祖先记忆的沉淀 并不特意去做好坏的评判 如果祖先与男性接触 留下的是好的印象 这个阿尼姆斯圆形 可能是勇敢负责的 如果祖先与男性接触 感觉并不好 就会留下类似男人 没一个好东西 这样的记忆 所以 阿尼姆斯 有时候是正人君子 有时候呢 是个登徒子 同样的 阿尼玛就是 男性心中的一个 集体的女性形象 它也和个体无关 阿尼玛有时候 是一个优雅的女性 有时候呢 也会是女巫 女妖 不管是美的原型 还是阿尼玛 阿尼姆斯 都存在于 集体潜意识中 他们和许许多多的 其他原型一起 共同构成了 集体潜意识 这就是人格的三个层次 意识 潜意识 集体潜意识 可能你会问 这么复杂的系统 具体要怎么工作呢 荣格提出了 另一个概念 叫自性 自己的自 性格的性 英文是大写的self 它位于集体潜意识的 核心位置 如果说大脑 是我们身体的指挥官 自性呢 就是我们人格的指挥官 也是我们的精神核心 它让人格的各个层次 和谐稳定的发展 保证了我们人格的 相对稳定性 这就是荣格的 第一个主要理论 人格结构论 我们的人格 有表及理 分为意识 潜意识 集体潜意识三层 集体潜意识呢 又是由很多的原型组成的 而自性 是这个完整的人格体系的核心 负责人格 协调稳定的发展 接下来我要讲的是 荣格的第二个重要理论 人格类型论 荣格按照人类的心理功能和态度 把我们的心理 大致划分为八种类型 首先他认为 人的心里有四种功能 分别是感觉 思维 情感 直觉 简单来说 感觉告诉我们有一个东西 思维告诉我们 这个东西是什么 情感告诉我们 这个事物是否符合我们的需求 而直觉指的是 对事物发展变化的预感 他告诉我们 这个东西从哪里来 要到哪里去 比如说 桌子上有一个苹果 感觉告诉我们 桌子上有一个红的 圆的 看起来能吃的东西 思维告诉我们 这是苹果 情感告诉我们 看到这个苹果 我们是开心 还是不开心 而直觉 可能已经在内心 倒了一出戏 为什么桌子上会有一个苹果呢 是谁留下来的 是刻意的 还是无意放在这里的呢 感觉思维 情感 直觉 这四种功能 会通过两种态度 表现出来 这两种态度 就是内清 和外清 也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 内向和外向 内清型的人呢 比较关注 内心感受 不喜欢和外界沟通 而外清型的人 则正好相反 他们喜欢社交 对外在世界的各种东西 都充满好奇 荣格把这四种功能 和两种态度 排列组合 构成了八种心理类型 这八种心理类型 分别是 外清感觉型 内清感觉型 外清思维型 内清思维型 外清情感型 内清情感型 外清直觉型 和内清直觉型 这八种心理类型啊 都各有自己的特点 在这里 我简单为你介绍一下 这八种性格类型 外清感觉型的人 关注事情本来的面貌 倾向于活在当下 几乎从不思考未来 也不喜欢去考虑 抽象概念 价值观和意义 这种类型的人 有一句座右鸣 吃吧喝吧享乐吧 因为明天我们就死了 工程师 商人赛车手 登山者中 这种类型的人 会比较多 内清感觉型的人 会对事物所引起的 主观感受 比较敏感 比如色彩 声音 味道 触觉等等 同时 他们关注事物的细节 几乎每一处细节 都能被他们关注到 并且准确地记住 他们艺术性强 画家范高 就属于这个类型 外清思维型的人 擅长解决难题 澄清问题 他们关注外部状态 他们热衷从生活经验中 总结各种各样的法则和规律 也喜欢用这些规律 处理生活中遇到的具体问题 因为他们的情感 常常是服从思维的 所以看起来 有点冷冰冰的 在荣格看来 达尔文和爱因斯坦 就是典型的外清思维型 律师 各种技术人员 也大多属于这个类型 内清思维型的人 也喜欢理性思考 但和外清思维型的人 不同的是 他们对外部世界 没有太大的兴趣 而是更关注理论和观点 康德 就是典型的 内清思维型性格的人 外清情感型的人 通常和蔼可亲 容易相处 在朋友中 人员甚佳 如果你生病卧床 跑来帮你煮粥啊 做饭啊 喂猫啊 买东西的人 完全可能是一个 外清情感型的人 相对应的 内清情感型的人 温柔善良 人员也很好 但是相比 外清情感型的人 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 更加内敛 也不喜欢引起别人的关注 成为人群的中心 名化蒙娜丽莎给人的感觉 就是这种类型 外清直觉型的人呢 习惯用直觉来面对生活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 他们对一个东西本来是什么样的 一点都不感兴趣 而对怎么能够改造一下这个东西 更感兴趣 企业家 创造性艺术家 时装设计师 就属于这个类型 内清直觉型的人 对改造外部世界没有兴趣 但是对于理念 意向 观点 这些抽象的概念 乐此不疲 荣格本人 就属于这种类型 下面 我们来介绍 荣格的第三个重要理论 生命发展理论 荣格认为 人生来就有一个 复杂的生命程序 他预设了人的 自然生命周期 他早年把人生 划分为四个阶段 童年期 青年期 中年期 和老年期 这四个阶段 各自有各自的任务 总体而言 童年期和青年期 可以看作是人生的前半段 主要关心的是 生物和社会的事物 比如 身体成长 社会地位 和金钱获得 都属于这个阶段的任务 而后半段 也就是 中年到老年期 关心的问题 就会更多地 转向文化的 和精神的事物 比如 生命的意义 生活的意义等等 荣格认为 从生命的周期来说 每一个阶段 到下一个阶段的转换 因为要完成的任务 和目标不同 所以 对于个人来说 每一次的转换 都存在一定的风险 为了帮我们 抵御各种各样的风险 我们的祖先发展了 各种各样的仪式 比如 成年仪式 婚姻仪式 成为军人 医生 等等 都是为了让我们 更顺利地 进入人生的新阶段 这些仪式有两个作用 第一 通过仪式 强大的象征作用 得到公众的认可 第二 激活与这个阶段 相对应的原型部分 第一个作用 比较容易理解 公众的认可 无形之中 会帮我们完成 身份的确认 第二个作用 也就是 激活与这个阶段 相对应的原型部分 我们稍微解释一下 我们前面说过 在人类的 集体潜意识中 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原型 有美的原型 阿尼玛 阿尼姆斯的原型 当然 也有妻子的原型 丈夫的原型 母亲的原型 等等 所以 我们举行结婚仪式 女性人格中的少女原型 就逐渐退去 而妻子原型 开始登场 而男性人格中 作为男生 孩子的原型 也开始转换成为 丈夫原型 这些被激活的原型 会帮助我们 迅速地完成 身份的切换 比如 明确一个妻子 丈夫 应该扮演的角色 和担负的责任 好适应新的阶段 这就是荣格的 生命发展理论 人的一生 分为童年 青年 中年 老年 四个阶段 每一个阶段 有各自要完成的任务 而人生新阶段仪式 在生命阶段的转换中 发挥了重要作用 好了 到这里 荣格简析这本书 就为你讲完了 我只要为你讲述了 荣格的三个重要理论 分别是 人格结构理论 人格类型理论 以及生命发展理论 有学者这么评价荣格 荣格的思想 大大领先于他的时代 以至今天 人们也只能逐渐地 追赶他的种种发现 希望今天我的解读 能帮你打开 理解荣格的大门 好 简析荣格 就为你解读到这里 听书笔记 在音频下方 我们明天见